黑胶唱片是很多乐迷心中最经典的音乐载体 最近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乐迷加入收藏和欣赏黑胶 松山文创园区最近就展出上万张黑胶唱片 以及全台湾仅存的黑胶刻板机 重温它温暖独特的声音 黑胶唱片是五六年级生的美好回忆 松山文创园区就展出上万张黑胶唱片 可以见到一顾歌手张宇生 以及红蚂蚁乐团的经典作品 还有全台湾仅存的黑胶刻板机 呈现黑胶的生产过程 是从1992年之后 黑胶整个在台湾停产 那在这样的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 这样子的一个黑胶低潮期 我希望在现在全球黑胶在风取云涌的时候 台湾在这一方面有相关的影音企业产业 可以投入这一方面 一张黑胶唱片要经历录音 刻板 电镀 以及鸦片等步骤 每次大约可以生产1000到1500张的黑胶 台湾大部分的黑胶都是请日本代为制作 因为成本高 无法打进台湾主流市场 五五张就说 要成立自己的黑胶工厂 才能让黑胶重新普及化 黑胶是最耐听的音乐载体 不像CD可以拷贝深居收藏价值 即使100年也不会损坏 丰富的声音效果更深得悦迷的心 那个黑胶在以前都是用类比的方式所来表现 所以说它是更为接近人声方面的一个形态 然后它的整个封面还有它尺寸的问题 也是很像古董字画一样 是更具收藏价值 现在有很多流行歌手 像是五月天也开始录制黑胶唱片 希望能够打进年轻市场 推动黑胶的文艺复兴